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萬不快快退兵 我要你明喪本帥 金槍之下 你就是人稱金槍鎮三關的 楊陸郎楊二超 我看你不過虛有的表 有本事勝我個大寮師母 兔金手再說 廢話先說, 速速受傷 吔得更好 五湯 三瓶 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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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槍架架架架 雅人, 你的免齊兵馬 本帥要親自迎戰楊六郎 元帥, 請慢 楊家軍勢稱無敵 勢力非同仙 元帥何必跟他爭光 柳浩南 你看我燒天座 打不過楊六郎 道理我百年書生就有本事了 大王既然封我為軍師 我才有破定之法 元帥, 你小安無蹤 看我如何以日待 楊上賣斯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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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天空地劫平常 火星零星陀螺六失聽命 速速道九龍谷外 引楊賢超入陣內 聖州警令 馬上進九龍東 直到鳥形 走 走 這裡要輕鬆一點 大家小心駕駛 走 敬歸、敬過, 追 追 走 走 走 不要動 敬歸、敬過 敬歸、敬過 敬歸… 來, 完帥 完帥 全部給我走 天空地劫同開 必生到過血應在 走 擎陽都有活生路 陸蘭英雄噴陣中 朝, 朝你一盡用過油功 擎陽趕路, 我看你去哪兒 大王萬歲萬歲萬萬歲 微臣不知大王娘娘性嫁親臨 有失怨刑, 望求恕罪 吾皇今天親臨戰爭 乃屬臨時決定倉處成衡 一來是來鼓舞我軍的士氣 二來也想看戰況如何 所以事先並沒有張揚 各位卿家軍務凡眾 大可不必多禮 請起 謝大王 好… 楊家軍統帥楊延超 已經被微臣困在九龍谷的天門陣中 你立下大功 本王就封你為 大廖國無上司 哈達薩阿龍 並痴聲耶律 謝主龍恩 大王 楊延超他真是自取其咎 只要我六殺星化為火焰 他就會困在死門當中 除非他是大陸神仙 政策 人之中 二到零人 未來 二到零人 比雷 抵抵抵抵抵抵抵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怕發生了 我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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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ominous 王也很想見識一下 天門陣究竟有何等無恙 你現在立刻施發吧 楊二昭 楊二昭 我是大龍殺黑王 你現在在天門陣裡 插藥也難飛 老婆, 我們大王 愛惜你是一個人材 他肯投不威雄 大王會好好地善待你 否則, 你只有死路 楊元帥, 我楊元帥 伸手以此也不會不生在遼狗之下 楊元帥, 請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 只要你答應投下我大練 他日孤王平定天下 論功行上, 列普分封 豈不是好過你目前的國敬 你就是廖國郎主 請示孤王 楊元帥, 我也跟你說過了 我的天門陣插藥也難飛 就算是一隻小子 也不會 我真是大龍子民 你不是白費心一向勸我嗎 快 開槍 大王, 此人的確有萬苦不當之勇 必須再三醉步 這樣才顯出大王可以容忍 楊元帥 孤王還是非常欣賞你的忠勇 當今宋主昏庸無辣 你值得為他賣命嗎 我諸守萬民勇大 乃真名之子 總統他們的背信棄義 往出一國之軍 皇長, 你還在那兒口出唐彥 當是宋條曾證明不侵犯 如今的背信棄義 忠得天下, 亦不得民心 看來楊元帥 是對我們大王有所誤解了 南宋職藥多年 君主奔育, 奸命背出 我大了這次興兵南下 可以說是順應天儀 為南朝百姓在 楊元帥, 豈能印一紙盟書 而言諾大事呢 連人殺過百姓之文 難得看著他受苦 兵兵戰危 亦是無可避免的事 不過楊元帥不妨想想 若果你能顧著 我們大王平定天下 日後涉誕人和漢人親如一家 那你就是為百姓謀 如此美事 這個河浪不遺呢 只可惜楊家世世代代 只有斷頭葬事 絕不投降將軍 楊某寧可一死 也不會做廉人的走狗 反色才舉 以人技不為我用 不可再留 走 老天爺, 你真是要我楊元帥 命贖於此 李鐵人, 出發了 有水 有空 他看到, 我們不不嘆 老領宮前世多年 我蛇菜花日亡夜亡 今天終於見到這座鐘苗羅城 雖然過了這麼久 但是朝廷總算沒忘記我們爹爹 和眾位兄長的汗蠻功勞 這個當然了 如今六哥在陣前應戰 如果沒有我們楊家軍 戴上的鐵筒江三 怎麼會撥得住 九妹, 今天皇上御駕親臨 來這裡主祭 說話千萬不要誘辱朝廷 是, 太君 回首前輩 我們楊家經歷的慘烈 實在令人感慨 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太君 公公和各位叔伯 一生盡忠報國 公職天下 今天皇上下召建立這座令宮池 實在是我們楊家的光榮 是呀, 也了結楊家多年來的心願 太君, 皇上來了 皇上來了, 大家準備接架 皇上來了, 皇上來了 皇上來了, 皇上來了, 皇上來了 送賓平生 謝萬歲 皇上來了, 皇上來了 皇上, 吉時已到, 請入內主祭 律師見過八王爺 太君有禮 窦聖相 太君有禮 龐太師 蛇太君 今天你們楊家可謂深目黃恩 豈敢是皇上聖名 相爺 其實皇上今天無需枉架前來 吩咐老臣代路不是一樣嗎 楊家值得皇上如此隆重厚待嗎 太師, 厚待忠臣乃明君之德 有朝一日太師如果為國犧牲的 皇上亦不會厚恥薄備 不過, 無功於捨職者 當然不會有此待遇 好, 皇上 來, 奉上祭品 皇上 八王爺, 這個是上古太盧祭禮 為國事可享, 無比隆重 太君, 太君 老齡公生情為國捐軀 公蓋天人 你應受此濟享, 絕無不當之處 今天楊家受此殊榮 雖向五王再三謝恩 綜衛卿家, 朕聲表忠義 乃遵從先皇名分不敢有為 綜衛卿家不用多禮, 平身 謝恩帥 皇上, 吉時已到, 請皇上上香 請 皇上 老臣有事啟奏, 不吐不快 太師既有要事, 立即品嘗 勿不吉時 皇上, 楊家兩代重君 報效我大宋, 皇上表聲其中 都本目不合 但是, 舉世皆知 楊令宮, 乃拜君之將 幾個兒郎皆命喪獠人之首 有副先皇, 既予收復燕雲之託 功勞意志, 卻不知從何說起 無德無能, 根本也不配接受妙響 如今皇上, 還要動用太盧之際 實際於禮不合 倘若皇上執意而行 恐召朝野非議 龐太師, 是朝野非議 還是你龐太師心存倒意 我楊家和你無冤無仇 你竟然污蔑我爺爺一身的威名 老夫處事一向都不偏不倚 你們楊家欺世道明, 老夫力斥其非 只是以思論事而言 龐太師, 你不可以口出狂言, 顛倒黑白 上次本皇有先皇與賜皇金簡 對父令神絕不容情 皇爺一向偏袒楊家 老夫今天就算受辱也無話可說 只求皇上名駕 切勿褒便不分, 二少萬世 你… 天下間, 除了那些奸凌小人之中量不分 皇上埔掌忠年之所 試問, 誰會勝利呢? 我們要殺死的奸凌小人之戰 是否還要殺死的奸凌小人之中 挑戰的奸凌小人之中 朝野上下, 誰不知 今天我將他講出來幫你當面對戰 你覺得是誰不對?誰不對? 太君, 請你別動氣 讓師父代理說幾句說句 請問太師 當年太宗皇帝被困歐洲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究竟是哪個率兵前往救駕解圍 當時若非奸臣潘仁美 不法放緩兵 我的寧宮怎會被困陳家村 而不足一百支兵 力抗遼軍二萬雄師, 仍然不投降 我以後撞死在李寧碑上 我們寧宮的死是何等的壯年 殺 太師父, 我夫冤平 當年以身代太宗皇帝附入金沙灘雙龍會 盼死射殺閻國天慶王 這樣又算不算是有功能呢 我夫妍說 為了阻擋敵器, 追擊聖駕 率兵三十, 夜襲遼盈 最後反被遼兵暗算 死於萬馬潛達之下 這樣又可否配勝一個宗子 我夫妍說得很厲害 我夫妍卿, 被困敵陣, 兵齒容俊 以短兵和遼國搏鬥 都相來殺敵四十 結果, 死亂刀之下 這樣又是否配勝一個勇字 我夫君延朗 為太宗皇帝殿後 在江邊中暴被囚 至今仍然生死下落不知 還有五個賢德, 困守五台山下 水盡兩絕, 被逼出家 七哥賢輝, 回京求援 竟遭判仁美, 萬箭穿心射死 上我若家當日, 何等兄王 至今沙坦一夜, 我送七子去 只得一子還 其餘都死在戰陣之中 如此終來, 無愧天地 而太師, 你竟然將此事一奔抹殺 有何居心? 奴臣, 實難廢解 皇上, 老臣一向忠心為國 天地可靜 此等片面之詞不可盡信 言捨即莫此為仇 太師, 那… 平身 謝皇上 皇上, 微臣有一言相憤 皇上, 周相, 皇上, 楊家一門孤寡 暫且不表其夫君是否有功 但確是全部戰死沙場 今日皇上代以國殤之禮 一人拍手清重 恍皇上不聞不聞 難免令將士心寒 恐怕日後, 除了太師父子之外 再難有忠義之事 為皇上你效命 為皇上 誠上言之有理 皇上, 既然因為微臣之言有理 今日祭祀之事不能緬 皇上, 趁現在吉時還未過去 請皇上及早上香 奉香 保重卿加平身 萬歲… 萬歲萬歲萬歲… 萬歲 楊家子孫上香 鍾寶, 你是我們楊家唯一的南孫 你去跟爺爺上注香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 你沒事吧 皇上… 原來你救了朕 朕不會忘記你的大功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楊排風 是楊家的燒火丫頭 原來是排風姑娘 剛才朕一直沒有留意你 幾乎走了眼鏈 皇上 皇上, 時候不早 應該回宮了 起駕回宮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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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闖磚自家 難有萬全之賊 陸狼被困 振錢無信 如今 如馬派人上陣 重整軍旅 阻當遼人南下 太君 我們楊家之業擔薄 可以派誰前去掛稅呢 娘 下意願意上陣 救爹回來 不行 你是楊家三代單純一脈 娘不能讓你無這個險 娘 如果孩兒不去 還有誰救爹 總之你不可以去 太君 就讓我親自上陣 娘 世上哪有父母上陣 孩兒獨留家中享福的道理 中寶賴身為楊家的子孫 絕對不會背負 不忠不孝的罪名 你不用再說了 你謀言前去 就等於跟送死一樣 娘 太君 請恕師父不孝 請恕師父自私 我實在不能讓忠寶霧這個險 娘 娘 就算拼命我也要救你回來 絕不可以讓我們兒子無這個險 娘 如果你是來求我讓你上陣 你不用白費信息了 娘 如果爹爹在陣上遇險 難道你不關心他嗎 胡說 娘 娘就馬上飛到洪州 救你爹爹脫險 既然如此 我們母子倆一起上陣 不行 娘 如今爹爹生死未報 是又怎麼可以讓你一個人 單獨去冒險 中寶 你為什麼要如此執拗呢 中寶不是執拗 中寶有的是楊家的血性 太君 中寶已經長大了 除非我們當初不讓他何謀 否則他練得這副身手 又豈能藏而不勇 我們又怎麼可以 阻止他報效國家之心呢 我怎麼忍心 讓中寶去一個 我自己也攻不破的鬼門關 娘 孩兒知道此行前去 兇險萬分 但是孩兒寧願 和爹爹一起戰死沙場 還望娘成全 中寶 娘 如果你不答應 孩兒寧願長跪不起 我相信六郎在前 他一定會同意讓他上戰場 或許這是奠練中寶的好機會 始終以後楊家的重膽 都會落在他身上 他萬萬不能敗壞我們楊家的威名 太君 我真的捨不得讓中寶去 君主 無國又已能有家 楊家世代以國師為重 否則就愧對老令宮 楊家世代以國為重膽 你和我一樣會同意 你和我一樣 stuntman 那就 wspól 把他失去吧 我相信 楊家受了這麼多年的苦難 上天一定不要再虧待我們 如果忠保這次, 真是有甚麼不差的 那就是天意要我們楊家絕之絕算 難道我們還能逃得過這次的天意嗎 好, 生死有命 我柴民意願意與天賭一次 好, 終寶, 你一定要平安回來 請太君放心, 終寶一定會回來的 太君, 這段日子, 終寶不能隨身事後 請你多加保重身體 不過你放心, 明年你帶走的時候 我和爹一定會回來祝福 好, 好 家中大小事務, 就勞煩各位嬸嬸 娘, 你也要保重身體 一切都要小心 娘, 你也要保重身體 走 老天爺, 終寶是我們楊家唯一的藍雪 我求你保佑他平安回來 我保佑, 終寶是你 等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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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娜, 想不到這麼久沒見你 你的武功進步了不少 爹差一點也不是你的對手 怎麼樣, 沒事吧 沒事, 爹怎麼會有事 我木雄隊走光湖幾十年 沒逢過敵手 今天爹只是輸了一點點 苦苦無犬女, 有甚麼好奇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會輸 為甚麼 你洗出的招式 跟上次跟我比試差不多 我怎會不贏呢 兩年前的事你還記得嗎 服不服 有甚麼服 你不是不知道爹的脾氣嗎 爹有甚麼事就不喜歡放在心裡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這些事怎麼會記住的 這麼笨 有件事你經常記住 好, 你別說了 行嗎 你認不認 都說別說, 認不認不認 娘, 連這件事也很像她 其實娘已經過世了這麼多年了 你也應該找一個人照顧一下你 你…你還說 你再說說爹, 打你 我說說 你想也別想 如果你真的找一個人回來 到時候我會打你 明天一早就要回摩哥寨了 這麼快? 我來這裡這麼多天 你師父還沒回來 如果我再不回來摩哥寨 用不著亂動 還是早點休息吧 爹, 我還沒睡覺 陪我再聊一會兒吧 想不到連這件事也像她娘 她子女兒 老公 兒子女兒 要教我 神經病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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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有事嗎? 你在幹甚麼? 在下正想吃東西 你知不知道這兔子是我的? 是你的 在下剛剛在那邊的樹林捉過來了 你說是你的? 我再說一次, 這兔子是我的 那姑娘有甚麼憑證? 他兩隻眼都是紅色的 你看對不對? 是 如果姑娘肚餓, 在下可以分一半給你 如果你不想惹麻煩的話 最好馬上給我一隻兔子 那才是恐嚇在下 我是提醒你 如果在下真的不給呢 你不會這樣做的 你又說 我如果把兔子還給你就不會有事了 好 在下不想惹麻煩 還給你 好 好 真是殘忍 兔子這麼天真可愛 也有人想吃他六號 非善怕惡 敢去吃獅子老虎 在下有點好奇 不知道姑娘平常吃甚麼 番薯、熟米、芋頭、青菜 是 總之不用殺到血淋淋的 我也會吃 莫非姑娘是出家人 不是 是啊 這樣在下知道姑娘是甚麼人 怪人 在下生平甚麼都不怕 只怕怪人 失陪 是 前面有一條河應該不是姑娘的 在下喝兩口水 不算殘忍 走 站住 姑娘又有甚麼事 只喝水不飽 是你的 你的心腸也算不壞 怪人 你不會這麼小器吧 對了, 你去哪兒 九龍谷 九龍谷 那你向前走, 有個三叉路口 你轉了半個山 有條小路過去很快就到了 那條是自經 我帶你去到路口再告訴你 不用了, 你一個女孩子人家 最好不要亂走, 以免危險 我住在這兒這麼久, 甚麼都習慣了 你不用擔心我, 走吧 這兒 這兒較近洪洲地界 整天都有一些療人出沒 強搶平民 如果姑娘有機會的話 最好搬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不知你認為哪個地方才叫安全呢 這兒向西, 走五十里 就是平州地界 你要找一位總兵, 平漢 他是我爹的舊熟 只要你要找他的話 他自然會幫你 怎麼這麼好? 是誰去找他也幫的? 當然不是 只要你跟他說 你是楊賢超之子楊聰寶叫你來的 到時候他自然會幫你安排妥當 原來是大將軍 真的失覺了 不敢當 姑娘, 請你記住我的話 對你會有好處 大家平水相逢 為甚麼你要這麼關心我 不是有甚麼企圖嗎 請姑娘千萬不要誤會 我和你開玩笑而已 好, 前面的路口轉了就是了 我也要告辭了 姑娘 還不知道姑娘怎麼稱呼 我就是叫卦人 我叫木桂姨